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摘松沛 我主持人安娜黎 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一款最近非常熱門的手機遊戲 神域召喚 這一款主打任何人都可以輕鬆上手的企劃 RPG 遊戲 究竟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趕快起來小小吧 由日本遊戲開發商 A-Team 推出的幻想 RPG 手遊 神域召喚 有著豪華的製作陣容 製作人員中有擔任角色設計的廣告陣術 劇本是由雨田想創作 視著遊戲開頭動畫的白組 而角色配音也邀請到小野大甫 山田之河 版本真靈 坑田笑等知名日本聲優演出 遊戲中世界正受到冥界女王黑爾的入侵而面臨毀滅 守護世界的女武神在黑爾與巨獸的圍攻下退敗 為了守護世界 女武神將神聖匕首交付給主人公 希望主人公能透過神聖匕首集結世界上的英雄 將邪惡勢力剷除 玩家的冒險將由此開始 玩家在召喚英雄後 很快的將會進入首次的戰鬥教學 神域召喚採用自動戰鬥的模式 戰鬥過程中 各英雄的技能量表會逐漸填滿 填滿後玩家只需要點擊英雄頭像 就可以使出該英雄特有的技能 根據英雄職業可分為 戰士、法師、弓箭手 他們在戰場上的位置 也因此有前、中、後排的差異 由於遊戲中的戰鬥 是採用自動戰鬥的關係 玩家所決定的隊伍組成就非常重要 畢竟每位英雄的素質 技能的範圍與傷害都不盡相同 以近戰職業而言 防禦能力比較高 且在戰鬥中 敵人大部分的攻擊 都會以前排角色為主 建議剛開始體驗遊戲的玩家 盡量選擇防禦高的角色佔前排 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近戰是輸出類型 這類角色的防禦能力 就不算太出色 玩家在安排前排時要特別注意 法師則有以高傷害的魔法攻擊的類型 或是以施放恢復技能 團隊BUFF的輔助技能 弓箭手則大部分 都是以遠程輸出技能為主 團隊組成基本上建議大家 至少要選一名防禦高的戰士 在前排扛傷害 一名有恢復技能的英雄 提供續戰力 另外放個魔攻的法師 遠程誤傷的弓箭手 最後一個位置可以彈性調整 除了隊伍陣容外 技能的選擇與搭配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畢竟技能是玩家在戰鬥中 可以招戰況來及時釋放的 每個英雄都有自己獨特的技能 釋放過後只要能量集滿 就可以再度釋放 根據職業定位 技能也都有不同的特性 另外遊戲中有個特殊的超必殺技 只要在畫面左下角 Vimito Busto 能量集滿後 就可以釋放 按下這個鈕會進入必殺技能模式 這時候可以點英雄頭像 釋放必殺技能 特別要注意的是 若團隊中的英雄有共同的必殺技的話 就可以使出聯西必殺技 這個招式會根據聯西的英雄術而增強 所以在組隊時 也可以根據這個特殊技能來組隊 追求極致的傷害 哇 看完了我們的遊戲介紹 對神域召喚是不是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了呢 想體驗最純正的日系血統遊戲嗎 神域召喚現在已經在iOS和Android雙平台免費推出囉 大家趕快去下載看看吧